我讲这个导论 我是李子兰 然后我们也有五个Section 各有一个 在座的这些都是社会常委家 不管是在NPO或NPO 都是非常有这个 我刚刚话讲说 T-Main has comfortable 等到这时候时候 大概是这样 这是我本人 大概是这样 这个有点空 还好会不会影响阅读 没关系 会啊 OK 我主要是在 我经营公司 经营百利医学科技经营的三季 在2001大年 搞到初让给罗根斯丹利 大概主要的经历是2000号 还有1.7号公司的 这是余医师 怎么会这样 余医师你简单讲一下 我是开业大概二十几年的诊所的医师 那我这几年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我认为 待会我们姐爸会评一下 姐爸想你讲一下这个就对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医学区毕业 之前是在农总训练 在农总训练三年的主治医师 然后在益心医院做了三年的主治医师 现在主任开业大概有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二十几年 谢谢 谢谢 喂 部长好 我是李建民 目前县子是在台北大学 专门教授 现在也有成立台湾地摊社会 那我大概参与这个气候变形的阴影 想办法要解决一个问题 大概三十年 一个涉猎 那我们最近觉得说要也是走路巡团 大概一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老项就是很容易 这个是有他认证 一个胖子的应配 但是还是会晚谈的 当然 希望不要 希望疫情结束 希望它是一个 对对对 这边主要是社区健康 是 真的就是环境的 心态 是 我觉得个人的健康 跟我们星球的健康 是 这两个主种 是 各位大家好 我是张丽杰 那来自于中央大学 学习教学研究所 跟自治培育中心 我的学历 我是主要是这些工程 背景的 那到处跑来跑去 在文院、理院、商院 现在老文学院去 所以 我是早期做亚洲市的第一台庄 亚洲市机器的人 那我现在做蛮多 社会学习网路的事情 最主要是做数位学习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邱毅如 我大概练习瑜伽静坐练习了三十年 然后我现在主要在做的是图门永续设计 跟推动在地的经济 合作社各种的在地巡返经济 那我自己目前在慈激大学任教 自己是一个很跨领域的人 谢谢 谢谢 邓毅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黄昭琪 那我母校就在隔壁 每个大 那我自己有一个公司经营8年 我们做穿戴士物联网的 然后很荣幸由我们理事长的号召 然后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是做认证授权 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本身公司是做穿戴士物联网的一个设略跟领域 谢谢 好的 我是李文杰 那我的背景比较都是跨领域的 我自己的学历就是从电子、资工、气管跟资管的学历 那我现在在几个不同的单位 有些是非力组织 在做这些顾问的工作 那我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希望 我觉得台湾很多技术都有 它都很凌散小小小小的部分 那我这边就是做了一个联盟 像是启仁天之平或是我们这边 那我们都在台湾的科技整在一起 把他的API跟BISModel都做成 所以当然要深入整理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就做上我们顾问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在这个公民网组里面做了一个POC的理议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 你好,我是陈云立 我大概有24年的资讯科技的经历跟累积 那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金融机构当任资讯长 那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我们的资源服务厂商 专门在协助企业和数位化跟整个公共的工作 谢谢 那这个我来讲 请 我想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情况 那台湾接下去怎么办 整个人类怎么办 这档题目 我们是某种程度 一次首都选拔千 你看看现在 这个是昨天的金提示报 第二波的失业查 马上就要来 这里面是提到说 你台湾世界会有三亿人口 实际工作 不得了 好 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产业 跟所谓的智能演化关系图 这是一本叫做《体验经济时代》 在公元2000年就出版了书 两个IBM里面的人写了书 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 但是这里面提出的人类社会的产业 是这样子在演化的 从一开始的农业 然后进入制造业 制造业再来流通业 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物质产品的创造 跟Distribution 其他都是support这件事 我们今天 这波波方面会这么严重 然后这个问题这么大 就是所有的精力都百之百都放在这里 那再上去呢 好像很少很知道 有个体验跟转发产业 所以下面是物质 上面就是人的 你看到这边是知识被人体验 然后去行动 改变 所以上面叫做 人的改变人的转化 人的改变人的转化 会导致组织的转化 然后社会的转化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地方 但是从来没有人看到 怎么提出这个 这个是关键 好 那我们现在 等一下 我们这个联盟 超现代 这个概念就是说 这个人类社会是从前现代 就是农业时代 现代就是农业时代 过去三十年 叫后现代 Postmodem 那我们这个联盟在去年成立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看出来说 后现代之后 后现代之后 应该有一个另外一个时代 我们给它确定叫超现代 Transit 超越 跟客户 现代 有一个后现代的问题 这叫Trimodem 所以我们去年提出 我不晓得 这会儿是不是有拿到我们来的 有 我们提出五大闪业 解决五大不安 所以我们那时候提的是提这个 但是不知道现在发生的这个武汉疫情 等于说下面这个也是Urging 是不是 不然它原来是大家不会去想 然后后面还有什么 日子过得好好的 虽然已经那么多的警讯了 但是大概都拉低到底了 所以这样 所以今天等于是未来的 就体验跟转化 这个要成立了 我们已经在进行 那现在的农业工业 给农业怎么transport 这个我们现在也跟中金院 中华金院 现在成立了一个台湾学 台湾模式的一个project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演化是这样的情境 这个就是人类当今迫切的任务 实际上就两件事 我自己的健康跟我们大我的健康 这两个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看看 让我跟地球总共健康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就是这个了 其他都是in between 所以透过五大社会创新产业 大尽管产业 拖炭产业 拖炭就是decarbonization 所以等于是会讲这个 李教授会讲拖炭产业 灵性是我自己稍微带一下 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点涉猎 解决相对应的健康不安 气候不安 孤独不安 吃了不安 性能空虚 那是这样 所以这个气质也很大 那怎么做呢 这个可以看得到吗 这个实际上这全部都是一球 这我们人后会好多应用服务 等我这个房总他那边提到 最左边这边就是人 往左边就是哪一个人 这个人都在社区里面 社区包含就是一般的社区 虚拟的社区也算社区 对不对 企业也算社区 都可以算社区 这个人怎么样 你怎么样把人engage进来 所以这是第二段 这个另外一个人是可以讲这个 那等一下 不是你看上一下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等一下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我看是政委常常在讲不是 那你说Empower Democracy 那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Democracy 我们Democracy已经做了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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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重要叫Facilitate 再来一个健康的健准健康生态系 Precision Health 这里有一个 然后再来个人安全的管理 这个地方都是个人层次 这叫PSR Personal Social Innovation 我们Democracy 下面这个来到家庭城市 智慧家庭2.0 环境 接控 很重要的是 家庭里面的身心灵 身心情灵 这问题都没有D 所以家庭 现在说在家里面都焦炮 跟这里有关系 下面是 再来是个人家庭公司消费力的管理 产用合一 下面这三个人叫做FSR Personal Social Recovery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 从个人到家庭到企业 最后这一层就来到社会 所以台湾的愿景 台湾的维新 台湾的愿景 2050应该是什么样的图像 我们是认为是超现代的大同社会 我们以这个目标 再作为我们努力的这个 这个是要全民创业 这每一个都是一个ecosystem 但是背后backbone都是 我们是我们叫AECO 名字到对了 BIOT 这个都是必用在英文小学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资讯人 那 全民正要来做这些事 最终目的就是每个人要穿梭 家庭也要穿梭 组织企业穿梭 社会也要穿梭 OK 所以这是表达我们在做什么事 OK 好 对不对 这么一样 OK 不清楚 你这个很厉害 帮你了 好 那我就来讲佛术负责的一个部分 刚刚我们可以从麒麟大哥这里所说的 我们整个law make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 那所以我们的基础建设是要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那我们就从这个纵观的一个系统堆叠图 我们这边从ICE PASS 跟SARS上面 我们其实所发展的会是在PASS跟SARS这边 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超现代公民的认证收容中心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系统 那么多的ecosystem要能够整合而且运作顺畅 它一定要有个认证授权的中心 然后由此去发展上面的大健康的论能计划的系统 然后卓坛的论能计划的系统 与生命教育论能计较 以及农业应用的产用合一 那以及灵性发展这些相关系统 那我们在最上面我们会有一个POTAL 也就是路口的部分去串起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应用 好下一章 好那我们在刚才有提到一个在PASS层次的这个部分 有一个认证收容中心 那我们认证收容中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SINGLE SIGNAL的部分 也就是它从它现有的这个路口进来 它不用每次重新登录 或者是从我们的一个POTAL 公民网的这个部分进来 它也不用再重新的登录 而且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做集中式的一个管理 它的权限也好 或者我们讲的会员等级 因为我们在第一会员等级里面 我们在设计上面会依据几个层次 从它的输入的这些基本资料 或者是说它对于自己的认证的这个程度 比方说我们会加上人脸辨识 影像签章或者是指引辨识 或者是说它的在整个系统里面 在虚拟的数位的社会里面 它的信用评价或者是说它的互动行为 所会反映到它的等级 都会影响到它所看到的这些服务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证收容中心去管理 撑起这些相关的应用 所以我们会有做这样的规划 当然这边有很多些包括安全性 或者是说它的一些私密之家 要不要用区块链去做加密保护 这些我们都有持续在做规划 跟考量到这一块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下一张 好,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核心里面 其实我们还有在规划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它要参与这么样子的我们所固化出来的几个范畴 解决五大物体的这个系统 那在这里面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多做多等 也就是得到多助 所以我们会记录它在各个系统里面的好的行为 比如它积极地参与这些健康论论记者的活动 它参与的越多 我们就会记得在这个良善行为的这些记录 或者在拖探里面做这些记录 然后我们做一个总归户 那这些总归户 未来就是会做为它 我们会做一个系统界面 让它可以查询 或者是说对它这些善行 做一些表扬的 鼓励的这些动作跟安排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让参与在这个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多做多助的这样子的一个 无论会考量进去 这点话我说你讲 是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设一个善行期的中途期 一 中逊一三季 看谁做 这个比他做的最多 靖堂做的最多 因为这五项 对这社会的有趣是相关的 然后在那边做一个记录 这是一个无形的一个阿弥陀 ok 是 好 那我的部分就是这三章 来做一个说明 那再看我们的故意 你要补充一个 其实我觉得核心 我想 其实核心就是说 我们想要从台湾开始 在加以全世界的人 只要加入这个公民的部分 他可以透过AVP 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身份的验证 也可以得到做一次身份的确认之后 那在线约合作上会变得比较多 这是以这个价格来的写 这是实名制 对 实名制的运作 生物的辨识 嗯 鼓力成心良善的循环 那当然就是我们一定是先用台湾先做 但是它有这个基础 是可以全世界一起在里面 对 对 那我们这个有 这个整个设计的人有三个理念 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 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呈现 其实都是以企业为主 企业的贡献 企业的付出 企业的缴税 那我们整个共鸣网 其实是以个人为主的设计概念 那个人的贡献其实是要被积累的 那也因此它的所谓的资料的产生 其他的优务群 是跟着我们所谓的开放资料的趋势走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用所谓的取化链的技术 来去instore这些资料的碎片的储存 跟它的私有性 那最重要的是它所积累 刚刚讲的善行的这些talk 它是应该是有别于现行的这种所谓的金钱的价值 那我们因为贫富的这个所谓的差距日序严重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用尺寧一个个人的弓线来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可以去touch到一个心灵层面的一个成长 那这边是我们主要就是台湾的原生技术 然后来合作去运作 好,那接下来放运行 我要提的 我晓得正我对论本记者的这个语言 其实有听说过 大概简单讲,如果用一个概念来讲 就是说 健康跟疾病假设把它当作一个数学来讲 是一个互助 就是健康越多了,疾病就越少 那疾病越多了,健康疾病就越少 那通常健康是疾病的一个条件 健康过,条件不够的疾病就越少了 那我们现在的健保 他的发费主要 他的支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这个方式 大概是润量技巧 润量技巧就是说你做了多少 你看了多少病人 开了多少病,要做了多少检查 开了多少,那就依照这个问题很富 那健保开办的时候大概 刚开断1995年的时候 是大概2500亿 那现在已经到了7500亿以上 8000亿 8000亿 所以超过3k 那这个就是整个支付就是避难无耻 因为你是以一个量来支付这个酬劳 所以这个量自然就会不断去做大 那健保为了解决这样一个财务的压力 它是用一个总格把它装住 那真正大家都了解 真正最后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润量技巧 那润量技巧的概念是 我举我的社区来讲 我的社区 我们目前正准备 给待会我要讲的这个社区 大概是15万人口 15万人口大概一年会发 券保38亿 目前来讲 那如果以今天的判断 再过3、5、0 他等下就有40亿这样子下去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政府在政策上能够支持一件事情 就是说把这个8千亿的这个大众的 把这38亿切给这个社区 让社区自己去营运 这个就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 那怎么营运呢 我们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说 社区是一家社会企业管制 那变成谁是员工 就是生产自己健康的居民都是员工 就利用刚刚上讲的这些扇行机 来enable和用号码 当然用一些知识的传递 那所以我现在就是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是1986年波泰瓦宪章上面取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健康只是靠第四个跟第五个 大概就是医疗服务进攻准 能够良善能够帮病人做预防 那第五个就靠民众说自己愿意多照顾自己 其实它的效果都很有限 这个社会真正影响健康其实要靠一二三 那一是什么 一是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是要稍微比如说工时 在劳资方面的一个对劳工比较不利 可能劳工的健康也影响不大 我们整个为了受化工 很多经济的发展 我们就牺牲了健康 这第一个是我们健康的health policy 第二个是政府里面有足够的建设去支持 我们从事健康的飞行 如果你出门去加拉车为了健康 结果出门就常发生车祸 我们那些气势都打不到健康 所以supportive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提的方案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认为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郭台老现在从1985到现在这么多年 其实它没有真正被实现了一个好的模式 就是说社区能够像一条船 像一家公司的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融衰 这个过去大概只有两种状况会出现 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社区要盖混化 那全部人都反对 它会很完结 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社区很有荣誉感 这个社区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的认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社区 大概不容许破坏 这个时候也很 其他我们都很难看到 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方案 当这个社区感觉我们是很先进 我们是很隐先 我们是很控制自己的行为跟法界 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弱的机制在里面 那这样一个概念来提出这个社区 对不起我再来补充一下 余氏它 你看它是在这个社区这地方 我如果挺久 那第四就是现在的基层医疗 就是看病 但是看病民众的信心怎么到大一个人去 第五个人民就是 你有被真正的inform 怎样被解开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就提出来的不是只有余氏 余氏的这个第一就是三四五 这郭泰华现在它是叫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一呢是政府的方案 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是这个问题 那第二个supportive environmental 就像有视频运动东西 这个就是对 就是类似的概念可以想象 对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 这样这个五个component都在了 这个健康全面的健康才有很大的 OK 那怎么做 下一张 大概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医疗的改变 刚刚前一张的第四点 就是精神医疗公司 那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有改变的 那一块我们叫社区服务的所有 然后当然需要一个平台 这平台将来就是有台湾后肌健康 这样的一个support 那三自然后肌健康呢 它就是所谓的社区 是一家社会企业的公司 大致上是这样的概念 好来下一张 今天我要补充一下 继续看一下这里 台湾后肌健康 我们简称台基建 我们认为是台基建的下一代公司 OK 是这样的概念 全台湾的两千万人都加进来 那每个社区 最相当一个社区 15万到20万人 我就成立一家公司 叫三自然后肌健康 叫三自健 也叫三自健 OK 下面这个都是叫做 要有社区的 要有这个基层医疗 然后 但是它要护送 护送 如果是民众想要真正的解决它的健康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另外有一个叫 基金准天康生态系统的一路转发 等等 让人真正能够转发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Ecosystem OK 好 那怎么做呢 大概简单稍微来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创新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去实践社区行动力 这件事情过去并没有很彻底的 也变成一种社会企业的概念来做 那第二个 经营的项目很简单 就是 这我刚讲15万人 有38亿的健保支出 所以它对跟谁经营 它是对着政府 等于是对着政府 政府把这38亿呢 交给这个社区呢 他们自己去生产健康 那生产健康最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在行为 这个大概占五成以上 影响健康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是环境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改变 就是我这个社区有环境跟个人的行为 那我们就把这个居民当做生产健康的员工的话 那他的酬劳简单讲的概念就是 行为上能够产生自己健康 能够协助他的产生健康 还有再来就是 这个社区在环境有一些program 我也去参与 那我都是有贡献 他智商是这样的概念 这个社区是一家公司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如果寻求政府在政策上的一个支持 他不需要政府去颠对依照 纯粹就是把等于还该花了38亿 去让民 让这个社区自负贏亏 我们有等贵亏 如果今年花了40亿 那我们要对党能力的政府 但是我们需要一些基础建设 这一分达129我们把它分为五层 其实最重要就是人去 人会改变 这个环境会改变 行为会改变 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些活动去改变他 所以人去参加活动 是我们五层架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也是刚刚讲的扇形的记录的一些内容 所以五层架构一个是居民 最下面一层是居民 然后再来是活动 活动一定有活动的主办单位 这个主办单位就是隶属在这个社区 公司下面 然后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把这个五层架构的这个系统 现在正在进行 应该七月五会有第一个人 就是这个整个资讯系统 资讯系统 最上面那一层去取的一个认证 我总不能做上风败俗的事情 来说我可以创造健康 好 那这个认证下来 会根据他的参与的人的这个努力的状况 会得到相对应的权利 比如说付费的人 会比不付费的人 也得分数也好一点 那把时间长的 或者是对这个活动 在医学上认为他对健康的贡献是大 那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会给他一个积分 你就把它当做学习 那这种是办服务的 那民众端呢 参与者就是用人脉情况 对不对 我们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参与 参与就是扩大人 那扩大人脉 你慢慢会转化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体验 再上去有一个转化 那这个转化 有一天你会变成所谓的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所谓的 你就是你个人的医师 你身上你的病毒是自己最了解 这样的一个条件 当然这个是需要去努力 那他使用的APP 我们叫人脉情况 再来就是这个公司他有两个重要的责任单位 一个责任单位是 对一个责任单位就是医疗班 我们认为一切医疗的入口 应该是从基层医疗开始 当然需要转接到医院的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团 不是医疗 也就是我刚讲的 真正影响健康最重要的是在生活里 是行为环境 那怎么样去自己 我们怎么样去经营这个社区的行为 跟环境 就是靠这个具体 那台湾现在 那就是所谓的台湾的家庭医师制度 那台湾家庭医师制度 在比我那个刚刚讲15万人 大概至少还有50个责任 是参与过家庭医师的责任 那据点也超过大概60个以上 那接着有一个就是 如果民众已经慢慢被改变了 知道说我参与 而且我还有incentive 我进来以后 所以我想更认真的 那会成立一个所谓的 个人健康转化的一种 有距离 那那个就稍微很微 利用一些科技 一些设备 一些穿戴式装置 深入力 再提升它的努力 大致上 在这里就讲完了 下面两章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就是五成加二 我想 这委员绝省时间 这个我就不提了 就是说刚刚其实都已经讲了 就是这样用五成架构来 平台来support 社区成为一家公司 怎么做呢 民众参与活动 能够改变行为 那下一章 那我刚刚讲的一个就是 这个是生活面的据点 一个就是家庭衣食服务的诊所 那诊所会去串 比如说药群 检验 检验 像复健所 会去串医院 因为可能要转到医院去 那据点呢 会去串 社区里面的店家 店家也会帮活动 然后可以去帮车 串社团 你随便在公园 就有在跳浮风 很多健康都有风险 我们都会好像骂健康 都会变成有认证的一个学习 那用这样的系统 健康 照第一个pilot 就是说 能不能把社区 更有行动力的一种具体的 社会企业的概念 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 三自然国际健康 这一家公司 上面是台湾国际是全台湾 那以它这个社区来讲 下面它有 下面这个 都是三自然这家公司的 做step forward 所以 三自然这家公司 如果省下来的钱 可能百分之六七十四 到社区服务公司 在distribute 给生产健康的 那这个基层医疗 现在就不会说 令人来看越多越好 反而是越少越好 因为越少越省钱 所以 这是他们的interest 就align 民众的健康 就是国王的interest 是这样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 我讲的是健康这件事 但是健康靠个人的努力 远不及整个社区的反面 所以这必须要 还是要大反进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就跟部长报告一下 看看产业 这个 论文集团的个人社会责任 下一页 我用三张 这一页的三张文明 跟部长报告 就是现在全球简单 就是失败 我们左边看 这个报告 每一年都会出一本 那最新的大概就是2019年 那么大概都会提到 我们距离我们目标大概都查一本百亿 甚至更高 也就是说要剪的那个都剪一下 而且几乎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报告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国际上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显示它有很难 那右上角的这个图是世界经济论台 它每一年有一个报告 那也是会反点这个世界的风险 那最近几年的风险最高就是 气候变 极端气候跟 因应气候变形的失败 所以代表了就是 人类在对抗这个议题上 那么显得力不从心 那下面这个图是 在去年开始来 人类就定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为了控制温身1.5度 2050年必须要能够过摊 也就是要打到净零摊 那之后就是要够摊 靠过那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看到 这次一个现况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况 其实人类一直在被抗护 那大概就锁定主要 一个就是科技 最左上方 那个圆圈的最上方 就是科技 那科技要进来 其实是没有问题 科技也都有 但是就是太贵 因为它是一个要商业运转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现在来上线 所以用了一个辅助 因为靠政府的辅助 没有办法 所以有个辅助 就是下方这个叫碳定价 也就给这个碳一个价格 可是这个价格 现在因为要 那种科技要上来的话 大概一顿钱 看来超过一百块上来借 所以现在碳价 给一个价格 大概都十块二十块三十块 这样 所以很难去 所以这个就是 刚刚提到 为什么全世界 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产生了这个失败的原因 那所以 我参加联合国企业大会 大概二十几年 所以我发现说 我们的内災解决问题 是下错重点 那个key弄错了 那个钥匙也弄错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key 是在国民的这个议题上 那为什么会是 这个key的钥匙在这里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 国民有两个 有两个这个 这个议题要认识 一个就是 他其实是 整个全球融化气候面前 温室买放的最终的一个 一个执行者 因为他 就是他任何生活里面产生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认识 他这个责任 第二个他要认识 他有个炮 一个叫做消费者主权 他今天想要去买什么东西 生产者 供应端就会卖这个东西 否则他没办法生产 所以他有这两个力量 怎么去让他发挥出来 就是说 这个个人的责任要能够认清 而且你要有一些行动 要把这个力量展现 所以 所以我们在过去 我在2018年的时候 就帮新北市政府 那么做了一个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 这个就 花朵银 我们去算了一下他的碳足基因 然后用了一个碳全 所以他就变成很多负碳 所以这个是真正人类第一个 全球的第一个负碳商品 全球第一个 全球第一个 因为过去还没有想到这样的 因为大家都用科技 那他没想到社会科学 用这样一个碳资产的这个项 就可以让他做这样 那 我们现在在做的是 右边这里 那这个是跟全家在做一个社会的实验 我们现在跟全家里面去盘点的15项 类似这样一个产品 那每一样呢 他有他 团包署申请的碳足基碳标签 那我们再透过我们在台湾的这个 这个减碳的一样 这个工业发电产生减碳 我们把它一样贴了一个碳全 所以他这个产品他就变成是负 负0.2公斤 他有负200克的碳 所以当消费者买了这个 这个产品之后 同时也买了这个碳全 那这个碳全 就可以营效他的日常生物的碳白光 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的认识到他今天如果能够去选择这种产品的话 厂商就必须要生产这个 那生产这个就必须要产生这个碳全 所以他这个碳全的这个 这个科技就会被发展起来 价格会下降 然后再透过这个碳定价 那么这个科技可能 就真正可以发展一个解碳的一个拖展产业出来 那这个是右边这个是我们现在利用这个IoT建立一个 一个一个实验的模式 那这个实验模式 我们大概从去年的10月25号起动 大概是现在第一季 很不幸的遇到我看疫情 所以这个生意不好 那不好的话我还是去把它做一个比对 跟去年同期 还有跟它起动之前的三个月来做比较 没想到我们还是多了20%的一个业绩的成长 20% 就造成几样的 对就是几样的比较 就是选择性比出来 对消费者 那我们也做了温卷调查 那消费者大概有八成以上都认同 做这件事是有个人社会责任 然后厂商做这件事是有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这个是高度认同 而且愿意去马 所以我们现在去马就是一个普及 然后去马一个就是个人社会责任 跟行动的认识 然后下业 那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活动 那么已经 真理好知道 冲到右边那个 宁和国的气候大会 有一个活动叫 Moment of the Chains Chains of the Good 那它每一年都有三四百件在领选 那它会选择大概十件左右 在宁和国的气候大会来表演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 现在目前的集已经写的这个音幕 已经都送上去 所以现在本它 应该也是世界第一个 世界第一个 世界第一个 但是 因为我们在跟的是 可能跟Apple 跟Google 在平址 好像都是世界大企业 我们这只是一个 小的一个 一个 show case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 那这个就是把台湾的这种 实力可以再展现 那我们下一个是 下一个在今年的十月 我们现在正是陶营国际基础 我们要 他希望我们帮他包装一个 碳中文的产品 我们现在领选的这个 那这个是台湾在珠山苗栗 珠山的一个服务员 那他 我们去拜访他 他 他呢这个 用了 也就是这个叫做台湾红镇 那我们现在把它算碳足迹 这样来变成一个碳中文 铺碳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 那待会这个就要送给我们 墓长 我家也做纪念 因为这个刚好是 F5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 展现这个实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个产品 那我想最后 我的时间大概就是想要谈说 那我们 短中场要做什么事情 那 晚期的话 我们就是要建构一个 所谓的社会的一个碳银网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已经建立我们的一个个人探资堂账户 我们现在大概有学生 我们在开个大学实验可以 那学生大概是300个人已经进来 我们希望扩大 那因为这个透过IoT很快可以把它联系 所以我们现在要建构一个Internet 这样一个碳银网 那另外我们要来倡议个人的社会责任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每一个人的 唤醒每个人的这样一个责任 然后再宣传这个 这个产品的碳银网机 環保署呢 那么在2010年开始推动这个 算是世界领先 可是10年来啊 因为它属于一个老腿的 自愿性的 所以才差不多七八百件 台湾这么多种东西 那么在全家的这个数百件里面 只有15项有这个碳银网机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活动 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来倡讨这个厂商来 来推动碳银网机在短期 那中期的话 我们是2025到2030 我们希望能够 触动这个环保署 变成这个Mandate 就是一个强制性的能够来贴 因为这跟产品的标示 那些同等重要 健康的成分同等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碳银网机 把它提升到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level 也就是必须要跟你的产地来源 健康这种一样 能够去强制性 那因为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政府的制度的问题 那我们要推广个人的一个探计算 也就是个人的common budget 那这个common budget 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 国际上开始 那慢慢的这个觉得不太可行 是因为集认特本太高 然后这个很容易去得到政治上的不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推动这个是希望采用一个voluntory 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不要去限制每一个人多少的一个 budget 但是希望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可以去深考他的这个 budget 所以长期呢 我们希望建立个人这个碳预算的一个标杆子 就从他的日常生活里面 那能够让他有一个这个帐 那这个帐 那这个帐 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个是一个扇形 如果他扇形的话 我们因为这些都是现有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都有 一度电大概533克 一度水大概是2公斤左右 然后呢 天然气这个也都有看 所以这个先算到一个家庭或一个个人的帐户里面 然后如果他做任何的理判 任何的检判的话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透过出税理解的方式 然后这个 就是发现金不一样 用税的话会比较有优因 为什么 因为税的话让他在整个这个 这个 将来的这个报税里面可以直接 那他可以做多的话可以减多的税 我觉得发现金的话 那种感觉会比较 不是那么一样的一个直接跟好 用出税理解的方式也比较好 我觉得用time budget 对 每一个人都是人 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只能排那么多 不管富人穷人 都一样 是 这个最终 最终要这样 因为现在全球大概 是个最终 你也不齐 要快 我在提到你 这是一个现实 就是资金成本太高 你讲过了 平均 每一个都一样 你花多了 你去碳市场买 所以这里需要一个碳交易市场 就这样而已 你就去买 我 我 我穷人王让他们过 对不对 我们哪去买 我们跟他待会天真正的意见 这个最简单 最简单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 有点想到的 但以上是零平线的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要继续把它做下去 以上再来是我今天的报告 各位大家好 那我稍微报告一下这个 生命教育 还有目前的教育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下一张 刚才那个 我们七零兄也谈到就是 现在整个慢慢 它会朝向往上走的 这个 就是体验 转化的这个部分 那 可是目前为止 其实台湾的教育 其实全世界都这样 目前为止的教育的体制呢 其实是 服务过去的社会了 目前的整个教育的社会是这样 那其中有一块是生命教育这个区块 目前台湾的生命教育这个区块 其实说实在话是一个边缘的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 我们第一个就是生命教育的课程里面 可能我们会重新再做 那有几个一个是 灵性觉醒跟意识发展 那 它里面会有一些 它的整个的生命教育的历程 它的个人的扇行记录 然后它的社群管理跟会员 跟学习记录 那这些是比较核心的 事实上这些其实已经有了 只是我们人怎么样重新再思考这件事情的部分 那我们下一张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 我说过现在的台湾的 父母亲现在的状况是 把所有的教育其实某种程度是委外的 委托给学校 那学校委托到哪边 学校委托到政府这边 那事实上 这个体系里面慢慢要注意到 就是其实目前这个体系 就是服务过去的讲白一点 就是公益社会的这个状态 那超现代的教育里面 慢慢会有越的 所以现在教育其实正会教育 某种程度是老师为中心 学生基金教育体系里面 其实是为了满足社会期待的 那是学校为基础是固定的教材 但是你如果从时间来看 其实现在大概很快的 这个21世纪的能力 现在要求越来越多 那 其实21世纪要求的是 复杂问题解决 创新 创造与创新 团队合作 沟通能力跟批判性思考 这个其实在目前教育期里面 它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你如果从空间来看 大概在很快的 它会从正规 会延伸到被正规 现在的学生的被正规学习 其实已经搞不好慢慢 会追过正规学习 他所教的东西 实体的学校会慢慢延伸到 这个虚实整合的环境里面 过去自我实践的难度高 因为受限整体的技术等等的 但是现在自我实践的难度 其实是大幅下降的 然后自我实现的效益 其实大幅提升的 所以如果说超现代 是很快会出来的 那么包含生命教育的 重新再思考 再来就是自主学习 其实新科刚刚已经有 把这个精神放进去了 但是学校老师 现在还没有体验到 这些重要性 他现在自主学习 有点是放着学生自己 就真的是自主学习 但是自主学习 其实是一套学问的 那慢慢真的是 会以学生为中心的 其实学生本身就是老师的 假实在话 现在学生只是不敢在 课堂里面挑战老师而已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说 其实学生懂的东西 会不会比老师少 各别化教材 各别化教材 目前的单一标准化的教材 在未来会 因为太多可以选了 那再来就是社会化跟 网络社会实践 那每个老师跟学生 有他自己的学习教学 有他自己的目标跟品牌 那右下角这个其实讲的是 破坏式的学习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跳脱木槿的状况来讲 你会发现其实 有太多可能性可以输得来的 这个是 那我们做这方面 其实也做了一些努力 就是我们现在 首先先从技术的部分 要先走 因为你技术如果没有跟得上 这些自学的话 你那个自学很难输了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社会化网络的平台 是在中央大学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实验 有时候学生直接在这个 社会化网络上平台上 他直接自己可以开他自己的 想要学的东西 自己分享他的东西 那有机会我们就会 往外扩散这样子 第三个报告 请接上一个 我稍微補充 对 各位看一下 大可力思路面教育系统 什么意思 大家都可以站起来的 因为现在他密密服务 对不对 所以 忍不觉醒 修行无欲 所以 里面这些就是 现在张教授 现在跟我们一起在开关 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一些技术的系统 外面这些人是窜接 外面这些人是窜接 那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教育 就从现在大家都不重视的 生命教育进入 甚至你看到那边 可以承接大学生命教育的课程 因为大学生命教育都在通知中心嘛 有谁会教 没有人会教嘛 我们有独特性 大概就是教育大概是教育 我不是要去做现在那种自私的教育 OK 好 来 去教授 大家好 因为我们人都要吃东西 所以 这就为什么放在最后面 我们怎么吃东西 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影响到我们的碳排放 影响到环境 影响到很多整个经济系统 所以我们就用吃东西在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刚刚很想做很多事情 很难改变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跟我们现在制度有关系 我们现在的每个人都是个别的单独消费者 然后台湾是小盟制度 都是个别的小盟 这个小盟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养家活口 不健康照顾环境其实很困难 然后呢 而且它的利润呢 透过大盘中盘小盘这样子层层的过去 也就是说生产者跟消费者距离太远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环境的议题 很多经济的议题 变得很不长 没办法掌控 那所以每年都会发生很严重的产销失调 一下高利赛一下油顶等等 我们很难做计划生产 传统都是优点的大市场 那这个大市场呢 因为没办法做计划生产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中 大部分的利润呢 都是由中间所掌控 那所以很多的问题 都会回归到现在的这套制度来 所以要改变这些系统呢 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它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进口的农产品 还有这个过程中 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 最后小盟都会消灭 因为最后会有大型的农 像美国这种农企业 是效率最高的 最后都会走向这一块 那更不用讲农村文化 农村价值 然后地方创生投一堆钱下去 但是却升不起来 都是从这个制度里产生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如何解决这一块 它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就把生产者跟消费者距离拉近 然后让他可以做计划生产 而且利益是共享 做这几个大原则 那怎么做呢 超现代农业的产用合一系统 就是透过一个大平台的公司 而这个公司是由生产官跟消费官 共同持股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透过大数据 我可以掌握到 美油柳定需要多少 柑橘 那个红萝卜需要多少等等等等 然后回过头来做计划生产 而不是丢一个 丢给一个大市场来解决问题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 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明有明智明想 明有明智明想 在这里我大概会举一个 我们在慈激大学操作的案例来讨论 那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过去的生产是为了利润而生产 利润而生产 最后都会变成美国式的这种套路企业 那一大部分问题跟着产生 那所以在这里的生产是 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来生产 因为生产者消费者大家是共生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这里就更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规划 然后环境的议题 碳排放的议题等等 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比较有效的执行方式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刚刚讲到它其实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明有明智明想 这个东西在经济领域里面 大家是很陌生的 那所以我们实践的方式就是用一个 目前在法规上 比较有明有明智明想的架构的作舍的概念 来做这件事情 那如何从刚刚的这种个别的消费者 把整合变成一个消费组合 那其实我刚刚在谈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消费组合可以像是一个公司 社区的15人到15万人到10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那它就有点像消费合作社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合作社的模式 所以它就是一个消费组合 对接生产组合 这些小农因为它的经济规模不够 那它的在生产上面 它遇到技术的难产等等 它其实是没办法去因应的 所以这些小农组织起来变成农业组合 有点像农业合作社 那生产合作社跟农业合作社 彼此对接 而这个过程中农业产品它有一个特色 它会因为有时候量会多量会少 有时候大处有时候看别处在那里 那这时候呢 因为它是群体 它就可以有更好的resilience 它可以把它多的 它不见得要马上就丢到市场 它可以把它加工等等 一个小农是办不到 但是一群小农是可以办得到 那怎么做实践的实际的验证 我们现在在做验证的部分 那我们在慈激大学成立消费合作社 慈激科技大学职立消费合作社 东华大学目前有储蓄互助社 那我们现在用的电商平台 用来支持在地的生产组合 我们希望这些返乡青年等等 地方创生到底要有创什么生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在地的计划经济 它才有办法创生 来支持他们组成各种的生产组合 那我们就来支持它 形成在地的一个循环经济 OK好下一张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践的一个 的一个 启动的一个方式 我们就有一些很有趣的消费模式 就出现了 比方说我就 因为电视自己开的 就可以用那种减速消费 那我们也有工会的老师 也都可以来教这个 膳食纤维 要什么摄取等等 所以它是可以跟健康的因素 跟减碳的因素 跟很多环境的因素 为什么要支持在地 跟碳排放等等 是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贫富差距的因素 我如何让钱不要 现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而可以在人跟人之间流动 让年轻人可以从都市回到农村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启动的一个动作 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就是 越来越多的生产者组合起来之后 那如果像这边都市里面的社区 也成立这种消费组合的话 就可以再让这个生产端 跟消费端更多的价值 比方说农村旅游 就不要说只是去观光景点 你可以进入农场去体验去做什么 而一个农民他愿意把他的农场开到出来 让台北的人来这里参与生产 那他敢动化学方面要化学肥料吗 所以他在这里面很多的多级的那个 的产值就能够散了 所以你先报答 回答 不好意思 多姐先走了 那那个今天学到很多 因为十二点还有另外一场活动 那我是要准时去参加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学到了 其实我想从传统的合作精神 到现在透过平台 透过去开练 透过所有的智力 那或者是运用公司的支付结构 刚才说的shareholder 也成stateholder 其实也是古老的 这种能够精神的一个提现 那我们这边提供大概就是 社会创新平台的变化社会 如果之后就是能够 给整个社会指导师 去运用作为服务或者是产品 才能够创造怎么样的社会 或是产品的效益 那这边当然都会有些量化的 几分方式 我们这种方式 非常愿意 把它放大这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月 直到月底也有亚太社会创新的 作奖的这个申请 所以除了跟就是 的系统之外也很欢迎 刚刚的这些跨域结构的方式 尤其是像这边已经产生出 一个量化效应 就是需要整个社会认同 说这些案件可以做不可 这件事情也很欢迎 到我们社创平台 来登陆我们的亚太社创 那最后就是我想 这个数位转型是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尤其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就发现说 Business is usual 可能是行不通的 那但是您刚刚才一开始讲了 说全世界事业的这个过场 事实上也让我们看到说 如果大家能够去以社会的 共同利益 作为它击穿个人价值的方式 而不是以外部的这个 就是它相对的排名 这种非常不稳定的 这种东西来当作 自己的鲜明的价值的话 那其实这也未尝不是 一个转型的一个机会 那如果这个转型成功 我们就可以比较 往一个循环的 发展的世界去走 那如果不太成功 就是第一次翻牌 说不定翻牌的理 翻牌就大概很高 所以在那边 谢谢各位的贡献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都在做的 那我们需要的 可能是政府有些障碍 对 因为我知道您有一个部会的 那个 就是各位的工作 大概都可以懂 我们每两个月会解释 这个平台上面 包含是上面的活动 采购 亚太社装很多奖 所有的这些部分 我们都会跨 所有的部分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 碳降业市场 对 环保署根本就不想做 那像这个 我们是有些障碍需要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环保署 颁奖给他的话 我像环保署 各个部份 就要省下来 对 对 这个是我们的亲爱 这个我们可以帮忙 没解 因为你只要给我十秒钟 所以我没有办法 有一个聚集的位置 我们在今天就先午餐 最后我们可以 谢谢 谢谢 谢谢